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2月28号,首先这里有我们台湾的许刘山 早晨,我们回来了 后期已经是第四节了,第二是澳洲的登比斯 你好 第三个是马来西亚的马来金 大家好,好像心情可以过山车那样 是啊,辛苦你马来金 我是累得累,累得累都没得过山车 今早上午是一片暗淡 而现在一刻是喜上加喜 喜上加喜,多谢上天 蒼天啊,蒼天 黎明的来临 黎智英就给我 是的,我们先说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秘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二台正向报三台沙冷气那里 做齐三宝 做齐三宝 人就不会走歪图 就不会有报应到 就不会有报应到 就是不会有坏报应到 一定有好报 但他很虔诚的 做齐三宝一定有好报 他很虔诚的 他跟你一样的天主教徒 他很虔诚的 跟陈书记说 他很虔诚的 那怎么办 不要紧要 首先说什么事 不好意思 这节刚才阿加等生介绍我的时候 有点点 要修正 我这节是许探长 许探长 许探长 大家看到这个造型了 那什么事呢 今早做了一个突发新闻 就是说黎智英被捕 涉嫌两宗罪 去到他的家就搜证了 就是证明已经有了搜查令 要申请搜查令 要有一定的证据才行 但好像黎智英这一类 这样的级数的富豪 虽然大家怎么说他都好 他始终都是一个富豪级的人 是吧 真心说就是有证据 是的 律师都应该有一堆那一类 如果要这样去到家 家里的搜证 万一有些什么 行差池 真的警方会反备去告 都很大件事 又可以到时 因为他有一个 又可以开行机器 没错 如果到时可以这样的话 他都可以反过来 开行机器 到时警方都会很大件事 所以应该那个 那个证据 或者可能那个表面证供 有差不多的 才会采取今次 去到他家里搜证的行动 那他涉嫌什么呢 就是参与非法集结 和恐吓记者 恐吓职员就多了 恐吓记者 这位记者暂时知道 暂时还不知道 暂时还不知道 在这个重案组 在他家里搜证 哦 是的 是去到哪里呢 就是去那个 家道里的寓所那里调查 我有农场 我有农场 不好意思 涉嫌7月的时候 就是反修例游行中 参与非法集结 前年6月 就是恐吓传媒记者 这个恐吓记者 就不是和这个 叫做之前的 反送中的时候的事有关 就在之前 是不是 7月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看 7月的时候 究竟他参与那些什么集会 就是为什么这么高调 就是你都知道 他不会大猪嘴上前冲 是不是 我吃糖水了 我记得没记错 刚才你说 什么有大律师 但是我担心 他是请这个大律师界 长毛王国彤的律师 因为他经常去 他那个杂志讲话 是呀 如果请了他就麻烦 是呀 回饋给黎智英 是不是要 就是这些是 好像回涌的 回回给他 是 那大家 大家怎么看 7月的时候 大家觉得黎智英 有参与什么 那么麻烦呢 煽动人 他就说吃糖水 但是他 我没记错 他跟铁头 就去了 好像 芒果罗 王玉民那样 他们就去吃糖水 我觉得会不会有些嫌疑 是叫做 善惑他人 因为我不懂法律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嫌疑 我不懂这些法律 但是他那张报纸 这么有煽动性 其实深刻来说 他就算 就是告他不进 其实他做的事 是比那条罪更加重 因为他唾毒了人 二十多年 是的 这个 慶祝难输 这方面 其实看回 如果我们 这个 许探长 都要立刻做一些 资料搜集 那些 是不是 其实在九月的时候 都参与过 这些叫做 非法游行 整个指挥那些 带了一顿CAD帽子出来 叫 好 好了 我们今集 就要说 下一个是谁 嗯 Who's next 没错 嗯 我觉得下一个 可能就是我刚才说 和他一起吃糖水的 铁头哥 哦 为什么是铁头哥 我们 我们立刻手挂一些 叫做 我们用我们 就是何俊仁 是 AV人 简称的 我们用回 我们仅有的 可以用来做调查的工具 那当然是Google 是不是 我们很多时候 马上马上 找回一些 黎智英去游行的 照片 那为什么 刚才 加坦先生 刚才 真BC 推断 为什么何俊仁 会比较大机会 你会发觉 游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 都有 何俊仁 在他身影的旁边 嗯 嗯 他们很好朋友 好像说 我听 赵先生说 他们 赵先生不是 卖过腊 他说 我都会 在赵先生拿 给肥佬黎吃 肥佬黎还好吃 哦 这样 就是 腊都可以共享的人 他说 猫蠅腸 就给腊 送一条腊 就给人 是吧 不知道腊 可能好朋友 是喜欢送腔 那就不知道了 那 那 那 还有 7月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都很突发 我们暂时没有这么实际的 7月的时候 究竟肥佬黎有出现哪个集会 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AV 我记得AV 说真的 就是他 常常保证他 其实 其他人 因为 好像 你记得 郭小杰就是其中一个中心的示威 看上去而已 我这句话没有贬义 但是 郭小杰好像在日本回来后 就貌似 就消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坐牢的人 害怕了 还有 我们再继续数 一口气我们可以数回很多黎智英 究竟他身边出现什么 刚才AV人都是一个 顶头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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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李寒家 是 我们可以说一下 如果我们要再数回 大家常常会记住 612 612 大家都会觉得是那天 因为放催泪弹 还是怎么样 但其实6月9日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 是那天 已经是有 有订磚 有其他问题 咦 有什么事 是不是黎智英打你 不是 因为 有他 因为 有人打电话 我常常叫我换 车 所以打了十多二十千 因为他昨天跟我说 哎 什么呀 现在便宜 可能经济不好 他又查到我的车 因为我的新车 他买了四年多 说五年应该买一部新的 我跟他说 叫我任何时 但是 今天就不要任何时 我不要管他 不好意思 不要紧 好 接着 如果 我们要再数回 7月中的时候 肥佬黎参与了哪个叫做游行呢 他那天 大家看得快 是7月21日 7月21日 星期日的时候 他在一个游行里面 被称 简直好像指挥搬上身 其实肥佬黎也挺高大的 那他就在游行 是不是拍到何俊仁身边才觉得很高大 这个家探长也看得到这个问题 不是 我 我是军装警员 不要紧 军装也是一个 龙禁威 那时候都是做军 好了 有些人很笨 我们又要再说 7月21日的时候 也有这个游行 之后变成了什么 大家都可想而知 整个指挥 指指指如何 在这个安排 同日 有哪一个 除了黎智英 拉着 bios 的時候 那时候 什么守护真相 他拉着守护真相 这个 bios 也挺讽刺的 他最多自己是四个字 我笑了,我心想,以重遥為樂的人 我突然想起一個劏豬,去個豬欄裡說,不要去殺小動物 不要去殺生 當日被指他為指揮官上身,除了在龍頭拉著Banner之外 還有當時龍頭的人物就是李柱銘,又被稱為李漢奸 他們還不時催促遊行隊,快點,快點,厲害 還有,當日還有誰,除了李柱銘有份幫忙拉Banner 我們要看看,馬探長說了誰是下一個 當日除了李柱銘之外,還有陳日均 應該不會到他吧 陳日均也有份在他附近,幫忙催促隊向前行 陳日均是否不停地說,我上帝,打救你 可能警方到時會說,做什麼事,做什麼事 我差點以為你說粗口的舊字,一讀歪點就麻煩了 打救你 我只是想起王瞻,在桃學威龍嗎 那位王神父嗎 馬上就打救你了 我們再講一下,當日除了陳日均,李柱銘之外 還有一個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高達,李永達也有在黎智英身邊 他不是很高的,說真的 所以警方就真的要,因為要查的時候要查他身邊的人 還有沒有其他人都有份協助去煽動啊 或者這些叫做參與非法遊行的呢 都要看看有關不關事啊 那其實再數一下,都不少的遊行裡面 李智英都有出來走在頭的位置啊 是不是 像不像一些呢 好像,喂,我有份給錢的啊 那是不是要走最前啊,或者要show off自己的那些 像不像那些老闆呢 就是出錢的啊 那他一向都是老闆啦 就是擺一滴底 我啊,當然要走最前啊 因為我出最大的錢 是嗎 沒有錯了,所以那個Banner 可能也有,我給我的份給錢的 燒豬任務 他當自己是郭台銘了,是嗎 是 這個 郭台銘 搞笑啦 如果最近榜那次呢 就應該是7月21那次了 啊,他都算出得挺密啊 不過呢,就被人拍到他了 這個,走到差不多了 就離開了個隊伍了 就上回私家車 沒有跟隨,許哲啊 他沒有跟著其他人呢 游行隊伍呢 越過對方的防線啊 這麼聰明 是啊 立即走啦 已經是叫司機呢 去到某個位呢 已經開車去等他了 停在王格等他 他短頭髮應該都不用摔的 他小平頭啊 怎麼摔髮 趕著剪髮就可能的 他的發言有點像社長之前啊 哈哈哈哈 是啊,其實也是 哈哈哈哈 是啊,沒錯 再看回八月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起一起去 究竟做過什麼呢 八月的時候 八月十九號 也都了 那天下雨 下著豪雨 又不見到豪雨 又拉著那個標誌 又走頭 當天有誰呢 就穿著一身的雨衣 他很喜歡拉著這些標誌 最大幅的標誌 幾層樓這麼高 五、六米這麼長的大標誌 他很喜歡拉頭的 拉頭馬 拉頭馬那隻 當天也都有了 黎智英 他一定是拉頭 何俊仁 李柱銘 都要一起參與這些 叫做遊行的 那天也是 原本民陣的遊行 終點就會散水的了 不時就有人扮指揮 不斷催促的人 走快點 不是黎智英嗎 剛才你說 你說他是 這一次也是 這個是另一次的遊行 這個記者方面 都沒有證實究竟是誰 但是看那個行為舉止 都是非不眾亦不願意 也都有外媒在這個叫做 8月19號的時候 訪問黎智英 就是在他遊行的時候 拍著一身這樣 穿著透明雨衣 在那裡 在訪問 就是和他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狂言 就說不怕解放軍入城 又否認自己會走路 他說有時事評論員 狠斥 他是切頭切尾的漢奸 但是他就不承認 也都說他挑戰中央和香港的法律底線 有些人就說 應該要 依法辦事 拘捕黎智英 黎智英當時是斥肢而備 想不到 好像半年了 今天一語成章 真的被捕 其實都正常的 搞了這麼多年 就算你不是請王國共律師 你請一些聰明的律師 但你怎麼說 上德山多中與虎 始終都會什麼 這麼多條 都會 叫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重不重 但起碼都會有些機會 可能會犯法 對了 再看回一些報道 8月19日那次的 龐陀大雨之下的 集會的遊行 黎智英真是指揮 有些報道說 還多次叫示威者 走廢點 不要妨礙 他這樣說法 真的令我想起 電影的奴隸主 還是那些妖獸都市 那些 你看摩戒 那些 坐在一隻怪獸 那邊 向前衝 向前衝 下面有些強修人 跟著他走一模一樣 雖然穿著的雨衣 還拿起 龐陀大雨 但身邊 原來有兩個 一傳媒的記者 為他一起舉散 原來 嘩 這麼像皇帝出巡 這一節 我們時間 差不多一半了 我們要數了 咦 好像未見某人的身影 誰 大家猜猜 不如我們幾個 陳科安生 沒錯 是的 究竟這個 禍港四人幫裡面 究竟 在黎智英的手機裡面 在他的電腦裡面 在他的家裡面 究竟 可以搜到些什麼 跟陳科安生有關的呢 你說到我很害怕的 說這些 一男一女 應該是喝茶而已 或者發營屋的卡片 是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我認為有什麼需要 都想法 做其他頭皮的療程 可以嗎 都可以 不用這麼頭痕 我就在想 好像暫時未見到陳科安生的身影 在這些遊行裡面 是不是都算很聰明呢 即吃飯他就來 是不是 遊行完吃飯他就會來 嗯 我想是 不是聰明 是他本來 學家說 他其實心裡面 都看不起群眾的 他覺得 這麼多人 這麼髒 你們不懂得說英文 那些 就是 就是 數起 這個叫做 生於亂世的 余若薇都比陳科安生好一點 起碼都來派菠蘿油 是嗎 嗯 會派個王子呢 講一下 這個就不知道了 那我們看回 要數 呼聲最高 可能真的是 何俊仁 嗯 不奇怪 高達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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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善款那方面 曾經有這個叫做 李卓人 秘密收了他的捐款 先代住的 是 如果呢 不知道了 這個要警方去查一下 雖然我只是去探掌而已 但是我沒有實際的去調查那個能力 我不可以調查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只是給他們一些意見 也有再看回 10月1號的時候 黎智英也有 我們再看看 也有這個 雖然AV人呢 比黎智英 都差了整個頭 原來他爭 加太生 哈哈 AV人真的這麼矮 真的挺矮的 我也見過他真人 然後 這個 除了這個之外 原來大家有沒有印象 誰叫善仲佳 善仲佳 善仲佳 以前什麼 好像是IT 總之以前他們是立法會議員 他的樣子 看上去都好像很正直 很像 說說說真還是假 然後 黎智英 這次 他好幾次都有善仲佳 在他旁邊 整個保鏢 善仲佳的格 有些都像郭兆傑 是不是 黎智英 隨便說 頭髮八百和年紀 都差不多 但是 郭兆傑 就好像 黑瘦 可能因為他是自己的 就生完 看起這個善仲佳 應該都是 坐慣辦公室的人 嗯 是 再 十月一號 其實他都 蠻狂言 黎智英 有人問他 你一直都站在最頭位 然後人家問他 今天出門 怕不怕 十月一號 什麼 怕都出來 一穿黑衣 犯法 你穿黑衣不犯法 對 原來可能 在你家裡發現到的罪證 可能真的犯法都不定 是不是 嗯 大家 還有沒有想到 有些什麼人 或者什麼 都會被 都會被株連 或者 未必說是株連 可以說是接受調查 嗯 接受 裁決 我想是有個人 被裁決之後 接受調查 都可能會牽扯上去 會屠軍行 真的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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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又打來 是 不是 那些 買車的 因為 他 第二次 跟這個 AB人 好像有個叫做 西雪海 那樣的節目 我們不要響他全名 西雪東北海 好像挺早 哈哈 東南西北 差不多 接著他這個節目 就在某一個網台 就 花膠台 對 花膠台 播放 那他們會不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呢 會不會是藉著這個網台的言論 去跟他們這個《蘋果日報》相輔相成 你都 可能 我不是說真的 做出某些的 令到 那個 那個 遊行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那個性質有所改變 老實說 他真的不夠義氣了 在別人的台上 但是 聽聞他們因為 這個廣告費大減的原因 有人要做 叫窮 那為什麼黎生又不幫忙呢 自身難保 連郭兆傑 貼身保鑣都出事都不理了 何況你這麼小小的 你不過我傳聲筒是你瘋我 他自己的傳媒集團都自身難保 那也是 黎菩薩過綱了 這次真是 那菩薩是黎 哈哈 所以他是天主教徒 其實我覺得 應該 剛才我們說的 我覺得 最有可能 都是 何先生 何俊仁先生 因為他經常都陪伴左右 還有 我想想想 如果你兩人說 吃糖水 那他被人 拘捕的話 那你也很有機會 老實說 是 是 也有 希望會影響到那間糖水店 那是 其實他們 學 汪先生 學 明明去 宣傳 我探人 他還是 他更加高招 吃糖水 但是糖水的話 吃完糖水 他們好像也長一圈 那一圈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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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 構成什麼什麼 不知道 懂法律 這些不能亂說 不過這次時間 差不多 大家再想 可能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們覺得有什麼 深水人物 是吧 是吧 哪一個古種 我們會 看看有沒有獎品 送一份獎品 不過 最後想補多一票 就是 原來 8月的時候 也接受了一個台灣媒體的訪問 黎智英說 香港反送中的抗爭 那時候 差不多三個多月 很多時候看到 黎智英 站在 遊行的第一線 對於中國 對他的恐嚇 他說不怕 他會奮戰到最後一天 不會跳船 今天就是他最後一天 也沒有 當法庭 他在法庭 他應該不會 但是 我心想 黎生 既然你經常找法律界的出席 長毛王國彤幫你打官司 這次記得找他 記得找他 都可以藉著黎智英 都可以藉著黎智英的被捕 可以幫他自己的媒體 賣紙 有獨家新聞給自己 恭喜他 好 拜拜 這一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